德国名将马特乌斯一共在十届杯决赛圈中登场25次 是这项赛事记录的保持者 同时他连续五届参加这项赛事也追凭记录 并列历史第一人 1982年6月20日 联邦德国4比1大胜智力的比赛中 21岁的马特乌斯替补登场首秀 这届比赛联邦德国在决赛部比意大利 四年之后马特乌斯作为球队核心出战世界 决赛中几乎冻结了马拉雷 但最终2比3被阿根廷队决赛 1990年的意大利之下 连续第三次随队商务决赛 绘诺雷洛第85分路面球 帮助联邦德国取胜 马特乌斯终于冤枉投赛